微软的Xbox XSS是可以看爱奇艺的 我这是一个日版的XSS 登录的是港幅 看的是国内的爱奇艺 现在是2023年的9月 是可行的 而且很清晰 支持蓝光1080P 还支持杜比 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这个要看需求 不一定适合所有人 我的需求是 我老婆想用电视 想在电视上看手机上的爱奇艺 解决方法有这么几个 一个是升级成爱奇艺TV版的会员 每年要加二三百块钱 我首先排除了这个方案 我是黄金版会员 支持五台设备 同时两台设备观看 基本上够用了 是京东会员送的版本 第二个方案 这个是三星的电视 默认它是支持五线投屏的 我用华为或者安卓手机是可以投屏的 而且投屏方式很棒 可以脱离手机也很清晰很稳定 但是有一个缺点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比如现在是这样 TV这样就投屏了 这样投屏有一个缺点 那就是每次没有进度 从头来看 而且不能拖动 你看拖动完了之后 拖动不了 而且手机也不管用了 只能从遥控器上把它关掉 所以说这个方案呢 看着很好 虽然它也支持1080P 但是不实用 因为不能拖拽进度条 还有一个方案 那就是在电视上装一个APP 叫银河奇异国 后来我发现这个三星电视 是有一个银河奇异国的 但是电视自带的银河奇异国 是个老版本 而且是个阉割版 不支持无线投屏 也就是说不能用 其实还有一个方案 那就是给电视装一个最新版本的银河奇异国 就可以实现爱奇异的很棒的投屏了 但是这个电视是不支持安装第三方应用程序的 我问过客服 得到过确认 那现在就只能放弃电视自带的这套电视盒的系统了 不能用 那只能借助第三方的电视盒子 但是我没有 于是呢 我就找了个闲置的XSS 微软的Xbox 这个商店里边它是有一个爱奇异的 但是也不能用 后来是通过Windows在商店里面安装了一个爱奇异 它才成功的 现在看电视剧 看哈利波特 看电影都是可以的 而且支持记忆 而且可以拖动进度条 全程用手柄操作 挺灵活挺方便的 其实Xbox里面还有一个叫微软浏览器 它也可以看 但是不是说所有的电视电影都能看 比如这个哈利波特它就看不了 只能通过爱奇异的客户端看 就是可以的 不过我也发现一个小问题 那就是这个 我给大家念一下 你好 Microsoft平台爱奇异用户 当前使用的这个版本5.17.x过旧 我们将于2023年8月7号 零时零分 那就是上个月 正式停止对当前版本维护 也就是说当前可以用 但是也会有一些限制 比如我也发现了一个限制 像这两个电影都没问题 当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就出现了问题 他说播放器版本过旧 正在下载更新 请稍后再试 其实没有最新的版本 不过这个问题 这个需求已经满足了 是可以用的 蓝光 电视 爱奇艺会员 快速的反应 唯独有一个缺点 就是没有遥控器 只能用一个手柄去控制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需求 这个呢 算是一个小经验分享